汪永泉传杨氏太极拳 汪永泉传杨氏太极拳 继承并发展而来的 汪永泉传杨氏太极拳 新法上更有知己知彼之功 强调松散通空 神秘气化合 滚坐折磨之劲 特别体现了杨氏太极拳 刚柔并济 以柔克刚的内涵 今天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 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 汪永泉大师的再传弟子 陈田良老师 做客我们演播室 我们说汪传杨氏太极拳 他也是杨家所传的 你想他每天都等于跟杨建侯 杨建侯的长子 杨绍侯 杨成普 就是指定的杨成普为他老师 那么到了14岁以后 1118年到1228年 杨成普离开北京 他一直就跟杨成普学 他得到了杨家的好多真传的东西 因为正好跟汪永泉学权的高展奎 跟我算一条件 但是那个六四年就跟他学 就等于跟着他学权 就过了文革 他就收徒兵了 这时候才成了入门弟子 张海聪作为我的传人 他那个网络已经大概 还是上千人了 还是上多人了 所以全国各地吧 高年这么一宣传 我们觉得就是召集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人脉越来越旺 这个杨式太极就会心火相传 陈老师一直在提到您的高图 是我们杨式太极拳的第七代传人 北京永泉太极拳研究会秘书长张海松 那接下来我们把张老师请到场上来 有请 我学习太极拳应该是从92年开始的 我当时在天津工作 也学习了一套杨式太极拳108式 我以前除了练杨式拳 我还练过十年的通辈 就发现跟老先生一摸手一动手 什么都也使不出来 我就非常的不可思议 哪里来的高人绝对非等闲之辈 我学习太极拳 还是重心前后移动 摆手不要较劲 他是船 我是水 我走底下 孤雍 包括他脚底下都是我的水 我整体这个水膨胀下来了 你不用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提出上事不也是吗 不是一个意思吗 帮我来 帮我来 帮我去 帮我去 这这这 哎 哈哈哈 这是什么啊对啊 哎呀这是平衡哎 走就来就是一个螺旋的 怎么的你看我打完了 我不想酱了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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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